各位旗友大家好 歡迎在收看嘉宏的自然解說 那今天這盤騎是在野狐的對局 那我是拿黑的 走個掛角 他反掛的話 反掛 那我就先在左邊飛壓兩下好了 飛壓他估計會爬那我就藏一個 走完再走到這個左邊的脫退 他如果黏上的話那我就左邊繼續壓 把左邊給壓扁一點 貼了貼 再貼一個 走這個 走這個的話我就搬 搬一下 然後衝斷他如果要連搬我就衝斷 衝斷之後拖一下 以前的定時他有往這邊打的 那我就吃這個 但我記得這個起好像後來說這個白起不好 也搞不清啊 反正印象中好像是白起不好 然後後來就沒人下了 他這個不提啊 不提是一種改良是不是 不過將來我斷的話這兩個那四顆是死的 下面四顆是死的 他先靠下來然後我就搬 搬他擠的話 我印象中AI好像是 好像是虎的 我虎文章是差在哪裡 其實一直搞不清 我也沒關係啊 他這四個 不要是嗎 四個不要 我就先斷一個跟他交換 可以 因為這起如果說我不斷的話他將來是直接提一手補進的 如果斷他如果沾的話 他將來是得打在裡面 那這個補起來就差多了 那如果說斷他提的話我可以藏出來 裡面四個被我吃的有點大 所以說我斷一手跟他接交換 應該是不虧 那如果說我看要不要直接吃啊 不直接吃也可以 欸他是用提的啊 他是用提的 那這個我就我就可以藏出去了他這樣讓我吃的有點大 這樣讓我吃的有點大吧 這感覺黑旗有點舒服 走到這邊應該是黑旗蠻實惠的一個旗形 他靠一個 靠一個那我就先斷吧 斷他退那我就 這個應該帶回來補 不補的話他胡一個作嚴 這個攻殺我就不行 補在哪 立一下好了 補之前我可能先擠他一下 沒走好 補之前應該先擠他一下 擠他蠻麻的 擠他有點麻 高掛 看來對方想要大幅度的去擴張他上邊 嗯 扔進來應該太過分 被他二路跳應該不太行 我就先跳一個好了 所以說局部應該小飛會對時空拿捏比較好 但是我現在左邊跟左上都撈的比較多 現在就是比較往中間走一點 盡量不要讓他 圍的太大 最後再再走一手 不再走一手他可能就再往中間了這樣有點可怕因為他依靠左邊這個 這個空心體的一個依靠 好像會圍的蠻大的 我剛這個打出來不知道多好 算了 不能再去看過去的事情 我如果銷到這裡不知道夠不夠 銷到這裡如果他圍那我這邊挖站子 其實他下面還是有鏽控的狀態 其他下面是鏽控的 我想銷到這邊 如果走到這裡的話被他飛進去 銷在這好像有點太深 我銷在這邊他還是 他還是要 要攻擊我 下一步跳一下有點大 我這邊想圍 想圍一個 我這邊想圍一個 這邊要跳一下 我還得硬一手 太大了 我這邊想要 先撈點木 他就想要扭斷我 扭斷我 我吃起來 吃起來 我右上角又撈了一個大塊 現在就是撈的有點多但是 他這邊一直一直膨脹起來 有點害怕 他應該是要錘這個吧 錘 沒有錘 保留 保留確實也是一個好想法 確實 保留確實也是不錯 看來這期也沒辦法 我必須得單槍匹馬洗進去才行 這邊他其實有點毛病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做文章 先飛一下問他態度 先飛一下問他態度 他如果 他這應該不會跨 跨的話我就 可能氣掉 跨的話我就衝了打石貼進去 也不不一定敢貼 反正他如果跨的話我肯定是要氣掉 那如果說他尖的話我在想是要擋 還是退一個也是氣掉 再想想 喔他是 他是又飛住 哇靠 這樣子讓我很想要活在他裡面 活在你心裡 想活在你心裡 噓噓他在什麼 嗯 現在開始毒鳥 飛一下 我就可以飛下去 這邊有一些 切斷他的一些狙擊手段 那我現在這邊有一兩顆接硬桶是不錯的 你如果要在中間破眼的話 可能把他弄斷 弄斷完這邊 尖出來好像也是有文章可做 我覺得還OK啊這個期 應該是大有可為 他是防守回去了 防守回去我好像比較不怕 我還有靠一靠的一些借用 我先跳 我先跳 我先跳好了 下一步有可能就靠了靠了一場 他撞的時候我就拐下去 如果靠一場他貼 那我這裡頂 那整個眼型是太豐富 他回防一個我覺得還是不如中間破眼 點過來什麼的 雖然說我有間斷但是也不一定拿他有辦法 只要我能把這邊中間有效的洗掉 他這個木樹應該是 比較吃緊的狀態 還是回到點過來 那這個我當然是把眼型給保護住 撞 撞我也是必須擋 這樣我這樣形狀已經有安正起來了 這我沒辦法先拐一下 拐他可能要切我 這還是不能讓他切 這個 蠻大的 交換幾家可能是為了要 為了要煎這個 防止我靠下去的手段 確實也是可以 現在我這邊一拐的話他兩顆可能 氣比較緊他應該現在是會回防這裡比方說把我飛住之類的 他是用跳的 也差不多反正這邊我也 不太 好像鑽不太出去 這期還是想先尖斷 還是想先尖斷 尖斷他撞一個 我來刺出來 還是單刺出來 其實也可以 搞不太清楚 先刺出來然後 他這邊包得住嗎 他是其實怎樣單飛是不是 先打掉 先打反正我始終是提在下面的 還是飛住 這我鑽一鑽 這我一尖的斑然後沾起來 我覺得他不容易包住我吧 看起來的感覺 感覺他不容易包住我 如果 就算他這邊包得住我 那我可能可以從這邊飛出來 不過我當然是不想再從這邊溜了 因為 如果這邊鑽不出去的話 這邊可能會 又大起來 這樣就 不是我想看到的 這邊他還有辦法再斷嗎 是不是無法 他還是只能退了 他退了的話 我就把這些交換掉 把這些交換掉 那他如果還想要 攻我的話 就 要黏起來 黏起來的話 那我就可以貼出來 貼著出頭的 我現在貼起來 這樣大致上算出頭 但是 也還沒有活進 還是有一塊姑息在這裡 他藏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們可能靠一下 我稍微看一下好像不行 現在他應該會跳這邊 然後我跳的時候他 再繼續攻擊什麼的 繼續跑 其實我這邊還是有一些花樣 刺一刺 跳一跳好像有一些花樣 一直都 一直都有一些東西 飛進來 對方一直要非常兇的要 要抓我這塊 我現在這邊弄兩下好了 我現在先到處鑽嗎 反正我現在就到處鑽 先擠我這一個 先擠我這個 他可能怕人家擠不到還是什麼的 我現在這邊只剩下後手一眼 這邊貼一下 看他要不要回防一個 如果防一個我準備在這邊點一下 好像有點東西 如果他不走的話我這邊靠一靠 藏一藏 或者靠的藏 反正 好像有些門路 他如果不走我一藏了點了小尖好像直接出去 他真的走這個 那我這一點 有些門路這個地方 這我要先藏掉 藏掉還是保留 還是保留這個靠的 的東西 先刺他一個 刺他如果說 兩顆想要 不掉的話好像不行 兩顆好像不能不掉 我講的有點凹口 講的有點凹口 反正就是 兩顆可能要掉 對 對主要就是說我現在如果衝過去他挖的話我這 斷掉就可以吃了兩個 但我現在吃他兩個好像好像好像 變不好 現在的話 我現在吃他兩個沒意思啊 吃的有點小 可以靠他一下好了 他現在應該不太 不太能搬啊 因為 搬的話我打撕 摳撕出來 不太好 嗯 開始到處鑽 好像不一定有搞頭了還是回來這裡 還是回到這裡 木樹其實還行啊 他白起的木都是比較虛的那種木 他就搬住 他搬住的話我先虎一下 這好像沒辦法打了貼下去 看了很多次一直都是好像不行 算了單長吧 單長讓他貼 貼他就圍得很爽 感覺他圍得很爽 但是也沒辦法 長一個 感覺他圍得很爽 感覺他圍得太爽 他如果現在要沾的話我可能回到這邊走起 因為這個邊要搬死的話還是蠻大的 他是尖在3-3-3 尖在3-3 這起我現在應該是沒有生死為姬的這塊 因為我這邊有個衝了 吃兩個 或者單擠吃兩個的手段 然後 然後 我下邊也可以也可以下來 現在是這邊大還是下來比較大 有點搞不清 算了 算了直接下來 下部這個點了一場 本身可以直接回家而且木數也蠻大的 哇全點我死了 下一步這邊有一個段 不過他這裡長有先手好像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有辦法弄他 這一串攻擊他的收穫就是把右下角圍得一個又肥又大的腳 那我就是走一排單關然後把他大概破一破而已 衝這個 莫非這其他可以 他可以把我弄斷 喔沒有 想說其他莫非要弄斷 今天跟他擋交換不好 並不好 其實我把這個拉回來好了 或者我用跳的 不要跳好了 花兒不死 單場 就剛說這被搬死有點大所以 先把他救回來 這邊接我是他是接著還是接這裡 不知道 我有接他接接這裡的話可以 好像有一些利用 他貼住這裡 他貼住這裡 等於說他把我吃兩個的手段給 給補起來了 我先問他這裡 他始終是接在這裡的 求能不能跳一個 求能不能跳一個 衝了跳一下 衝了跳一下 然後反正他就斷不了我 我可以在下面 破拉一點東西 我剛是不是應該把他這兩顆給吃住比較好 我現在一直還有點擔心我自己 全部不活的危機 不活 確實一直都 一直都提心吊膽 蠻討厭的感覺 衝一下它是只能只能團吧 該沒有第二手期 團的話 我把這個連起來 團的話把這個連起來 我虛在這 我虛在這他走中間我可以衝過去 但是我覺得現在當務之急是趕快把自己的龍給做過 沒有必要瞎掙那些東西 沒有必要 現在趕快做活是最重要 我沾的話是絕限 因為下一步這一點 就可以把他中間搬死 所以 他現在應該是要補一個地方 他沒補 補在這 補在這 補在這我可以先黏他一下 他如果還黏的話 我這個搬了貼貼貼就可以直接回家了 那如果說他現在補別的地方我這個充下去也 好像充了一般好像 有一些東西 好像也接近可以回家的樣子 9 9 8 7 6 5 4 3 2 1 現在看他怎麼走 還是粘住了 那我就板過來 單跳應該不好 單跳邊一場 我衝回去的話 就還是有衝斷 直接都把它交換掉 直接把它交換掉 然後直接衝回家 這樣是比較好的 這就單行道了 你也只有溜出來 木數也差不多 不過他是把下面擺起點的有點多了吧 擺起點這麼多 這個靠他是想要大幅度的把下面給圍上 但是我肯定是不能讓你圍這麼大吧 這要命啊 圍這麼大是要我命啊 我必須K進來 K進來 反正我這邊還有柴爾的餘地 所以這個這個要火應該應該比較比較簡單 應該不困難 板這個 板這個什麼意思啊 我這不是可以反半過去 哦 反半不一定好 怎麼走比較好 反半邊要打吃著再再再打 這不一定好 9 8 7 6 5 4 3 2 1 我可以煎一個吧 煎一個好像可以 他如果衝我就要把他搬住 衝我就把你搬住 反正他如果要火我是會給的 但是反正我只要能夠把你下面給破掉就可以 不要讓你不要讓你尾太大就可以 他現在4顆還沒救 等下我一點了 還可以吃4顆也挺爽 他走這個 我就把他拎掉 把這邊拎掉 他這個還拖不動 拖我還可以搬裡面 他斷了我一斷反而都一口乾了 這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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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他 好像不太能做火對不對 斷在這 斷在這 我把它黏起來 先打一下 先打一下總是也不虧 先打完然後 可以繼續貼 反正也沒必要我就把它沾起來了 他現在要火的話只能靠打吃了之後半年 那我就簡單的火一個 其實打掉不一定便宜 其實打掉不一定便宜 走錯了 不過沒關係啊 反正都下了 就繼續下下去就可以 現在只要能夠把下面這塊給活掉就OK了 這我可以敲上來 嗯 這棋怎麼下比較穩 算了就尖一尖好了 尖他暫時沒辦法火 火到我再擠上去 他好像壞了 他現在只有團住 那團住那我就 我就隨便拆個2吧 只要能下面能火就可以了 這個虎反正也都是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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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這個我就擋起來 他這個不能隨便虛的 就是我這個沾其實是有先手 其實這塊起來好像眼味也沒那麼豐富 其實這塊起來好像眼味也沒那麼豐富 剛剛這打掉其實不應該 我不應該打 只應該單沾就可以了 因為單沾的話等於說我這邊沾住之後 下一步有個門封 那打掉之後就那個門封就沒有了 現在沒必要 現在沒必要 現在有點沒必要 他直接打拔掉 直接打拔掉 那我就推推 衝這個 衝這個 衝這個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先手 單飛在這裡好像沒火 天啊 我得靠這個夾才能夠做火 好像是這樣 把這個夾掉才能做火 下面這一串黑旗下的非常有問題 只能這麼說 這樣的話兩顆要不要切掉 黑旗到底在下什麼東西啊 下的太有問題了 就是這個打吃的一個大問題 真的是 常常這種優勢的旗 每次都被我嚇壞 誇張了 尤其這盤看起來是特別穩的旗 現在又嚇壞了 不過現在目視完應該還是可以 吃掉右邊兩個 吃右邊兩個居然還是先手 是嗎 板這個 板這個是想跟我打結 這我單年可以嗎 單年他點進去 我擴大 我單年是不活的 我天啊 這球實在是太醜了 我現在居然得斷進去 我現在居然給他 給跟他打結才能夠做火 太臭了 我天啊 真的是要把自己給臭死 這棋能夠黏嗎 黏他一貼 我貼 這棋能黏嗎 看不清楚 先黏一下這個 我如果單年上是活的嗎 好像是雙活是不是啊 單年上 比方說等一下我再打書解 我把這個單年 我還把這個單年 單年我是不是活的啊 好像是雙活 好像是雙活 是不是雙活 這解我好像不太好 不太容易打贏 我沾上他小尖 好像不行 沾上他小尖我好像不行 確實 我想得反打 反打是近活但是目數虧很多 天哪這目數虧太多 反打是近活但是目數太虧了 是不是可以斷 斷或者貼 用斷的好了 喔天哪這個棋被我嚇成這樣子 我真的快咻笑了 嚇得也有點太爛了吧到底下什麼 他先把這救回去然後把這一切 本來是我大優的棋 現在又變成這樣了 到底在幹嘛 啊 我想想我是不是得就右邊才行 我得把右邊給拉回去不然這目數不夠 只是單純衝回去的話應該不夠 算了反而都接下來了 8 7 6 5 4 3 2 1 0 算了反而接下 必須得把這救回去啊單純衝過的話好像 目數堪憂 目數堪憂 下太臭了我本來我本來下面把它轟掉就可以我現在在幹嘛 這個救回去我現在大龍現在面臨生死的危險 不一定能火 不一定能火 我中間這邊不知道有沒有眼位 我想得靠那邊的眼位 才有辦法 這邊尖都可以擠住 所以應該還好 他單倒 等等我先飛一下這個 我先飛一下這個 先飛一下 飛到現在是不是得破眼 他走那邊 他走那邊 這邊我藏過還是什麼 這邊我到底要怎麼弄他 快把自己搞瘋了 貼了 他這個擠是他的 絕限 我應該往這邊併一個 我應該往這邊併一下的樣子 看了半天看不懂 腦袋確實是不行 整個都算不清了 現在這起火的話目數當然是贏了但是到底活不活 已經算到該咪笑了 腦袋是不靈光的狀態 恩 他怎麼走這個 走這個我先虎一下 是不是 這擺起好像不太對 是不是 他可以 他走這個我不是可以跳一個 做眼 我跳這個有眼味 對 但是我併這個眼味好像比較好 不對我做這個眼 因為我併的話他可以扳一下還可以切斷 我可以跳在這 我可以跳在這 這樣的話我這裡有一隻眼然後這邊這邊都後手一眼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已經火了 本來我還在想是不是場管這邊想要衝斷他 右邊有問題不過現在 現在似乎不需要 現在看起來似乎不需要 鋪這個 鋪這個有用嗎 我可以藏一個 如果提到他去頂我不行 但我可以藏的樣子 我可以藏一個應該沒有問題 好 這個沒有用 我這就沾上了 這起真的是被我自己嚇得有夠亂 這是快暈倒 瘋了 他是現在幹嘛 沒有什麼用 這都沒什麼用了 負數應該也差很多 對 好那最後還是 拿下了這盤勝利 最後呢我們一樣是簡單的來復個盤 換個次數 開個棋譜 開個棋譜 這後面真的是下太亂了 前面 前面還好 他這起應該還是明顯要打吧 不是我說打完他應該要提掉 哇我在這邊用了次數 我這起 好像還是要吃比較好 這個往這邊打定時已經是被淘汰了 他這時候應該還是提掉比較好 雖然靠一下也是蠻大的 不過提掉應該是更好 這個明顯是太大 這邊讓我吃的有點爽 然後這個我補之前應該要垂一下 這垂一下要差太多 他這個起很麻 你如果要沾到我再衝 他是不是只能走這種很鬆散的補法 那這樣子我好像黑騎還不用補 因為他沒有貼住我的氣 我裡面不用補 這樣子的話 差一個先手差太多了 這個其他他 都變成一層乾皮 不知道在幹嘛 沒打到 差太多 那我如果打他如果要退的話 那我這起一樣不用補 這只是 這我隨便 將來的隨便打結 你如果 你如果要走的話 那個 我就隨便跟你打結 這個 反正白騎吃不住黑騎 單補的話 確實是 太臭了 補齊 然後後面這邊就 攻殺了很 很長一段時間 最後呢我靠著這邊的一個 東西 順利溜回家 沾的時候他應該還是不能夠沾 應該走中間 這樣的話還有還有持續攻擊的可能性 不是這樣 好像他要走在一些比較 怪異的位置 比方說這個之類的 也是有點勉強 實在這裡 我這個 打掉 想說肯定不虧 但是這手其實非常的臭我應該單念 看一下絕翼是不是也認為我應該單念 這明顯應該單念 或者是 隨便尖下面也行吧 到底在幹嘛 這是什麼變化 虎一下 虎完之後尖下面也是可以啊對不對 我實在打掉 我打掉絕翼還 還認為我有98升率那看來還是可以 不過這起單 單念是非常簡明的啊你如果要做火你只能夠 如果要進火的話只能這樣走那我就隨便吃住就可以了你這個你這個就算都給你 這個白醒目也是不夠 這4顆還沒還沒救回去 那我打掉 其實就已經開始不簡明 而且後面有火的好像也很有問題 被打拔的時候 這時候我應該怎麼火 夾一個是不是有問題 先立掉 我這時候就已經亂了是嗎 還是這一步有問題 哪一步有問題 我搞不清楚 這一步好了 這一步看一下 還是應該小跳 小跳是不是好一點 虎一個 虎一個確實好 虎一個太好了 虎一個超好 虎一個確實太好了 因為虎的話他就必須要去做火嗎 這樣子我就可以漏到這了 哇這樣太簡明了 超級簡明了這個明顯黑棋很好 這個太簡明了 喔不過這樣子的話這裡會被尖斷 還是會掉點東西但是至少我把下面的空洗掉啦 這差太多了吧 差太多啦這個 明顯在單虎 喔然後看來我後面下不解明的最大原因是在這一步棋 這個拆二 以為是必頑的一步棋其實是 大臭棋 虎在這也是命令型的啊你你不補後一立就是進死了 喔原來是如此 那這樣子OK 那最後 拼搏的結果是成功的 他這個明顯不應該推 不應該 不應該貼他是應該 應該走哪 夾一個也行吧反正就把這個眼破掉就可以 我那時候還一直在想我得 搞一些東西 去吃他右邊這個 比方說我現在要靠這個然後他要來 然後我要把他衝斷準備去跟他拼搏這個起 然後他他擋住把他的點死 然後再算這個 算老半天都算不清楚 那黑鵝應該也不需要病 應該應該黏起來 黏起來他破眼的話 也不對啊 黏起來他不理我 他他就破這個眼就行 那這樣子沒用 我得先藏 我先藏 然後他他要殺的話一定只有破眼 那我擠掉 擠掉 擠到沾上 喔現在在交換可以現在在交換 然後我再去充斷 他 可是他這邊有打先手 我應該單臉我對對對 我應該單臉 然後再去弄斷他他他打我碰進來 打赤衝 我爬了 不能爬了站 我靠這棋看起來黑棋不行 這棋看起來黑棋很慘淡這個應該是黑棋不行 很難殺啦 也不一定 好像殺掉了 好像殺掉了 那這個棋本來也是我要火是嗎 太複雜 太複雜 那不過實戰他是這邊直接放火了 也算蠻幸運的 好吧那這盤棋就跟大家講解到這邊 最後一樣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來看看